你敢相信人的眼睛可以看穿石头 而且里面长什么样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我说有 你们敢相信吗 我相信行内呢 有很多人拿过仪器去探索过 都无功而返 因为里面有种水底色柳裂棉 这个不确定因素太多 我只能说呢 原石吴大师切斩有气球 今天咱们来分享这个石头给你们看一下 我相信关注我的粉丝呢 都知道我特别喜爱墨西沙 而且墨西沙又认为正成口 只要是三点 一个丘陵状 一个蜂窝状 一个刀坎纹 切衣不可 如果切衣 沦为偏长 为什么这个料子的可薄性这么高呢 咱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石头 是不是很像我们前几期切的料子 这种就叫白雾 可以看得到 它打灯呢 会稍微有一点点表现 它的表现呢 是起荧光的 那到底来说呢 它切出来是怎么样 有雾长的料子 俗话说的好 白雾底下出高货 一般呢 有白雾的料子 底下都是画底以上的料子 咱们打开看一下吧 咱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白雾底下这个地方啊 可以看得到画得相当好 那皮子翻黑的这个地方 明显它的种就没有那里那么好 那兰花又怎么去看 咱们打灯就可以看得到它是又影又线的 浮现得出来呢 它的荧光不是很白彻的那种 就证明它里面是有兰花的 这里的种呢又偏高是吧 这里的种来说呢 它就偏闷一点点 我们准备重新把它再切一片 切下去下面呢会更好 你敢相信吗 而且裂纹会更少 可以看得到这些地方呢 都有点小裂纹 再切一片 这种小裂纹就没有了 咱们验证一下 再切一片 看看它这一片来说呢 它的白雾 看看画得是不是走水路的 原始我们是没有办法用右眼看到它里面长什么样的 但是天阳的东西就有智阳的规律 它的表现都在外面 咱们可以根据咱们多年的技巧 包括呢看实的经验 去分析它里面是长什么样的 你要懂得有阴才有果 走吧 咱们切一片看一下下面长什么样的 那明料还有笃性吗 我只能说笃性非常大 如果我切的这一片色气变肿了 那这个料子呢就算垮了 如果切的比上面要好的话 那就算长嘛 咱们切出来看一下 我相信我的眼光是不错的 不切不知道一切吓一跳 已经切完了 咱们看一下这种零零乱乱的地方 切下去到底还有没有 可以看得到它的泪已经不深了 很明显的 这里有一道大泪是沿着这里下来的 咱们可以看得到它后面的完整度更高 所以来说呢它的剑会更大 咱们看一下切下来的片吧 看一下这一片啊 没有地方讲理了吧 看得到这个兰花有多漂亮 我切的是8.5啊 如果切到6里左右的话 基本上就透脂了 这个尺寸来说呢 长达60多 这一件更大 咱们可以看得到兰花飘的也是很漂亮的 哎呀你们自己用眼睛去看吧 你感觉我这一块切涨了吗 这期呢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点个赞吧